周末点评 李嘉诚首度回应港版官网 李嘉诚的回应是不必过分解读 即立法能舒缓中央对于香港承担的责任 那当然就有人开骂 普向派支持中共 那我回应一下这个事 我们知道李嘉诚的资产在大陆倒是动手动得比较早 能够把自己在大陆的资产卖掉 然后转移到海外 转移到英国 那有一部分在香港 但是在香港的资产李嘉诚没有跑 因为那是他的老根玉地 那个地方他也比较熟悉 可能他对香港的整个形势判断也是有说失误 所以我们知道在反送中的时候 他不断的是捐财捐物 在李大的时候 他给李大的学生送出了水 面包 雨伞 拿了很多防护物资 防护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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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他在他的总部 有这个支持 用这个灯照在那个楼上 表达呢 对学生的支持 过去当然大家都觉得李嘉诚州人不错 对香港人不错 而且呢 也多次亲自来回应 也呢 安排工资的人来支持香港反送中 那我们不能说这人原来支持我们 我们就说啊 你是个好人 现在不支持我们了 那你就说他是个坏蛋 因为毕竟呢 有钱人想法不同 这个左派呢 一般爱说 哎呀 这个亿万家财我就不要了 我只是为了坚持正义 那是因为他没钱 左派呢 很多骗子 当然不是说全部是骗子 也有的人确实是有亿万家财不要了 这个呢 我们表示钦佩 只是呢 认为自己道德正确就好了 但很多人呢 还是会考虑自己的财产 自己的生活 当然李嘉诚来说呢 生活不是问题 那么大年纪了 但确实他的财产是问题 那他愿意留给孩子们多留一点 这个是正常的 他不愿意把这财产呢 白白的丢掉 所以呢 请大家理解一个老人 所以走了呢 他有他的想法 当然从另外一个侧面呢 也要反映了一个问题 就是香港的抗争希望不大了 李嘉诚过去呢 之所以能够支持香港民众的抗争 支持反送中就觉得 香港人胜利的希望是比较大的 我支持你们的 那现在感觉到呢 那希望不大了 没有必要把这亿万家财呢 堵进去 这个时候呢 也是一个情欲表 起码呢 在李嘉诚的老人家看来 李嘉诚老人家 他当然是一个聪明 每次重大的决定呢 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当然有可能有时候看到错了 摔一脚 但是摔的不重 最后呢 还能够反过身了 几十年能够在上海中沉浮 然后是个不倒翁 能够做到今天 当然取得为他的智慧 从这个侧面呢 也反映了 目前在香港的Blog 关于李嘉诚回应港版 港版官网 我就解决了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